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等一下大家可以来翻翻看哦 对 这其实有两个不同的说法啦 有一说是说 这个是由那个春水糖的前身 杨县茶行的老板 林秀慧 在他无意之间调制出来的私房饮品 然后成为了一种很受 在怕朋友之间很受欢迎血向 把它断出来卖之后意外的红了 然后才变成春水糖的一个招牌产品之一 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在1985年 这个土宗盒在台南的鸭母疗市场 发现了他们有吃粉仁冰 然后会把它加到红茶习惯 然后回去调制之后 反正说粉仁这种东西跟奶茶很搭 才创立了他饮茶馆 却把它变成一个 也是一个头条的产品 不过其实他们虽然都各说各话 但是其实有一个点是他们共通的哦 不只是因为他们都卖身出奶茶 而是他们选的字体刚好都非常相似 他们之中刚好其实都是选了放送体 考究出来是他们有点像华康放送 但不是 有可能是其他套 但是总之来说 骨架和一些笔画形状是相当类似的 它会给你这种比较文艺感的形象 那这还蛮符合他们的茶馆 想要有的包装的 因为说他们茶馆 想要有这种比较人文的 因为那个年代的人 是会在里面去聊天 谈是非看杂志的 想要包装出这样的形象呢 也就会选用这种比较人文感的字体 是非常合理的 不过如果你今天看到现在的春水糖呢 它现在其实换成右下角的这个 然后它用的是胃杯体 胃杯体是一种比较强悍一点的字体 因为它本来是出现在那种石碑 北胃石碑体 简成胃杯体 去刻在上面去出现的 所以说呢它会给你更那种功夫茶 更抢眼的形象 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的 素学有一点点改变的象征 那在早期呢 在最早期 珍珠奶茶有所谓的三本著 是哪三家呢 天啊 天啊好怀念哦真的是 对我真的很怀念 对有这三家 你可以看到他们字体美学 其实就还蛮不一样的 因为那个年代的人啊 会用自己的语言 去构筑这样子的品牌形象 你可以看到说有比较平实的像是 休闲小站它是用文顶黑体去改的 它就比较保守一点 那还有这个比较浮夸一点 这个快可力 这个我考究出来不是字体 因为没有一套现有字体 跟它相似的 不过总之它是一种美术字 然后非常接近 例如像是蒙娜广告题 或是文顶广告题 然后右边呢 这个是写角亭的第一代招牌 它用的是书法标准字 这个是请别人去设计的 所以可以看到说有保守的 有 所以他们的包装方式 其实在那个时候呢 就已经开始出现分歧了 你用这个会觉得说 哦天啊 太病了吧 你那个时候不喝一杯快可力 真的是LKK啦 这很可怕 你知道想到90年代啊 你就会想到那种浮夸的字体啊 非常好色啊 有够传单啊 麻辣鲜尸啊 总之你看到90年代的时候 你就会去觉得说天啊 为什么那个年代的字体都长那样啊 这其实是有时代脉络的 为什么 因为90年代啊 它不只是一个这种大爆炸年代 它其实也是一个个人电脑 开始慢慢普及的年代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什么 字型大普及的这种东西 就是你买一张光碟啊 不知道哪里买的 你可以灌五百套字体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两个相乘起来 我每个人都有电脑 每个人都有字体 就变成说 哦我可以装这个字体好炫哦 然后我今天在一个别人我就看到说 天啊 他装了这个字体 我不能输给他 我要用一个更 更 更 的字体 然后你知道吗 在这样子的这种军备竞赛之下 字体就变得越来越浮夸 越来越不符合我们那种传统的 运用排版字体的脉络 可是你知道时到今日啊 大家对于美感都有提升 对于字体的版权意识 以及字体教育也都有更多的增进 所以这种东西就变成一种 实在的眼泪 我们就会有这种猎奇的角度去看它 如果你今天想要帮九月八八做MV啊 你就必须要去用这样子的风格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啊 大家的喜好以及文字的风格 也是一直在改变的 就像珍珠奶茶的名字一样 最早啊叫做珍珠奶茶 后来啊 因为在1990年代 港星叶子梅 他用波霸来帮自己行销 所以在那个三级片盛行年代啊 波霸奶茶也成为了就是一个替代的名称 然后到了00年代啊 珍珠鲜奶茶 对我开始要牵到鲜了 因为早期都说奶精嘛 那如果我今天开始用的鲜奶 我是不是就比别人更高档一点呢 所以珍珠鲜奶茶这种名字 也开始变成一个主流 然后到了10年代 大家喜欢更文青一点的包装啊 什么珍珠红茶拿铁就出现了 然后一集到了现在嘛 白玉欧雷 哦这名字真是很厉害 白玉在日本是指马蜀那种东西对吧 然后欧雷是从法文的欧雷来的 意思是off milk 或in milk 这样子的意思 也就是说哦 我这样可以把一个日文的词 跟一个法文词结合起来 变成一种台湾的饮料 佩服佩服 对所以 我们在面对不同时代的人啊 都不是同一群人对吧 所以我们都要用不同的语言来去行销 甚至说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字体 也去慢慢的不一样 那还有什么东西在变呢 以前一杯珍珠奶茶只要25块啊 现在一杯珍珠奶茶竟然可能要到60块 甚至70块都有了 再过了那么多年 我们今天一杯珍珠奶茶的价格 已经快要逼近一顿正餐了 我要怎么让大家去心甘情愿付这个钱呢 我要去提升它的附加价值 如果今天用了一个这样的字体 你会付多少钱去买它 可能不高啦 25块30块之类 但如果今天用了一个好像有挑选过的字体 这套叫做 森泽建出名MA31 字面上意思是说 用在标题或是招牌上面的名朝体 这样子的意思 这个里面呢就讲到说 如果今天用了一个比较单纯的字体 就会给你是一种好像是随便厨师煮出来的感觉 可是如果今天呢 试用一套比较设计细节多一点的字体 就会让你觉得好像说这个厨师比较厉害 所以说 你可以透过字体去帮你增值 这个很重要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讲到嘛 字体给人的信任感 我们来看嘛很明显说 左边那个甘会赛啊 我今天用的是一套 英文是Baskerville 这套过渡风格的称线体 然后下面这套是MAC内建的 叫做土板文九建出名朝 也是一套亲自时代的名朝体 相对来说搭起来就很和谐 可是如果今天右边用呢 我要剃就是 50安的招牌啊 它其实到现在还是用了 那个年代有点 综艺感的字体的设计 然后以及说 你可以看到说 它杯子上面有这一坨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 它其实是紫 C T 到底谁会去注意这种东西啊 可是其实啊 杯子上面都有写答案哦 来 各位仔细看一下 The Tea of Cool Craving and Content 真的到底谁会注意啊 你知道你现在看到这种东西 你会有一种 天啊 这是什么西街少年吗 还是格斗天王吗 那现在的小孩看到 看到这种东西就会想到这个 对对对 尤其是你知道 他们现在大颗珍珠 还是叫波巴对吧 就是你去的时候 我还被珍奶 然后请问是珍珠或是波巴 你叫那个波巴 好 那讲到这边呢 我们要慢慢为珍奶这个部分 去收了一个尾声啦 我们要来为大家去 有一些个案分析 以三种不同特色的手摇品牌 来跟大家讲一下他们的字体应用 茶有很多的包装嘛 有东方的有西方的 那不同的茶品牌要怎么去凸显自己的茶的特色呢 我们来看一下 像例如说可不可 它现在变成这一套由浙家民间书科体 加上小种明朝去改的标准字 它怎么改啊 这两套字体怎么改成 然后我为大家去解析一下 茶汤汇呢 我们推测是用书法字帖去拼的 因为我觉得说 它的茶相对来说是比较粗一点 而汤汇的那两个字 好像它的那个分量就没有茶的那么重 有可能是他想强调茶 有可能是他所选用的那个字帖 是这样子设计的 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 那右边的这个康青龙呢 是由方正摇体去改的 它去保留这种摇体啊 细细长长啊 然后有一点比划那个末端 像是刀这样子尖尖的 非常非常喜恋的印象 本来是有点文革感 但现在在台湾看起来啊 大家会觉得说 它有一种阴柔的气息 我们回到可不可的 这个品牌表演字设计 它其实很特别 因为我们那时候比较很久 都比较不出来 直到说我们的自己设计是国荣 才发现说哦哦哦哦哦哦哦 原来它其实是以 浙加明天书克的这个字体呢 去由母版去修正的 不过它还是去针对了说 英式茶行的氛围 所以它把它改造得更现代一天 小种明朝呢 是一套 差不多在90年代所设计的字体 非常非常的尖锐 然后是一套现代感名体的代表 那它同时呢 去平衡了这种现代感的名体 以及这种古典感的名体 去杂柔两个的特点 来去结合说自己有点点 那种复古那种hipster的感觉 但是又很现代又很潮 这样的品牌形象 我觉得算是 非常非常扣合他们的品牌的诉求 包装得非常非常好 那以珍珠著名的品牌呢 你知道现在很多黑糖珍珠嘛 它慢慢成为一种 日本人 然后韩国人在台湾 一定要去朝圣的东西 像例如说老虎糖呢 它是由方程要求改的 为什么看得出来呢 下面那个虎啊 我们要在虎的时候 其实不会把它写成茶几的鸡 我们会把它写成一个儿 但是在中国的字型标准 对方正要求是一套中国的字型 在中国字型标准里面呢 它必须去写成一个 这样子茶几的鸡的形状 所以这个珍珠蛋呢 这就蛮特别的 它是去定做的说 书法标准字 那右边这个吉隆糖呢 是最近也是还蛮 疯狂展店的一个品牌呢 它是有稳顶出力去改的 隶书常常都会出现在一些商号啊 例如你可以看到说那种什么 国术馆 或是一些老字号的招牌都会出现 我觉得它就透过这个去表现说 它自己是一个老字号的东西 尽管它不是 但它想要营造这样的氛围 去互补 我觉得是蛮适合的 珍珠丹 珍珠母 对是珍子丹啦 说真的 因为它的品牌的那个 slogan叫做 把珍珠煮成仙丹 我想OK 总是它是珍珠丹啦 可是有人会看成母 对这个其实就是书法题字的一个问题 我今天要提字啊有时候那个辨识度 并不是第一个考量 不过我觉得它其实算是做得不错 为什么呢 你有没有发现说珍珠丹的下面的那些 最后的笔画 珍是一个山步会出去 珠是一个火步也会出去 丹呢是一个钩 OK会进来 但是左边的那个撇会撇出去 所以这个字 每一个笔画都出去的情况 就会让你觉得这字好像有点点要换散 有点点没有违和不可爱的感觉 所以我今天透过这样子去把那个笔画 每一个都弯进来 玩进来设计就让你哦 这个字好像包钱克圆球的感觉 我觉得更符合他们想要的形象 这个其实就跟日本这样子 堪廷留的书写有一点点相似 堪廷留那么一个很重要的点 像封这个字 出去的笔画一定要回来 它其实就象征了圆润 象征了要把客人这样子包围住的感觉 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异曲同同之妙 因为不同的人在面对相同的想要表达的 一些文字风格的时候 其实都会出现相似的反应哦 然后衣果著名的品牌其实很多嘛 因为你知道知识就是力量 珍奶就是热量 所以说你今天不想要热量那怎么办 我今天就想要喝一些比较清新一点的 水果类的饮品 看像大院子用的这套呢 其实是华康丽黑去改的 那个紫的那个勾 那个是直的勾下去的 非常非常鲜明 然后中间这个一方呢 它是由康熙字典体去直接作为它的品牌字 但是这个见仁见智 有些人会觉得说 哦 康熙字典体它还蛮复古的嘛 蛮笨琢的嘛 可是其实在一个字体的从业人员 或者说推广者的眼中 它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字体 为什么呢 字体要分合格不合格的嘛 有 因为康熙字典体它是一套扫描了康熙字典 它的每个词条的那个 条目的那个字去变出来的 那你知道吗 它那个字是单独存在的 我要让你看得清楚 可是如果今天呢 全部扫描在一起变成字型档 它排在一起并不那么好 你可以看到说好像高高低低的 然后有点挤的感觉 怎么这个字到这边 然后这个字又往下延伸到这边 弹跳弹跳的 那同时呢 我今天只是扫描了汉字 那我的数字呢 我的英文呢 我的符号呢 这些东西呢 在一套正常的字型档里面应该有的 但是却在康熙字典体里面缺乏了 那我就没有办法做成一个完整的排版 就不是一套适合的字型 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做一套复古的字型 并不是只是我今天把一个古籍摊开来 然后扫描扫描就好了 因为它当初呢是作为学术保存用的 不是要给你拿来排成饮料店的啊 我今天要做一套复古的 适合拿来排版字体 我必须要去针对它去调整 像下面这两套有应勇会 中国的一位来自浙江设计师所设计的 这套叫做浙江明天书科体 然后下面这套呢 几股书体也还算是一个还蛮常见的 最近还蛮热门的字体 它都是去取材了一些 那个年代的字体的形象 然后来去自己去经过设计 或者说突然经这个字飘上去 每一个字读起来都是平稳的 这个其实就是字体设计师在做的 我不是说把字拍在一起就好 我去调整 我去让它读起来 不会让你觉得很粗细 这个就是一套好字体要有的特点 所以其实大家以后啊 在选字体的时候可以去思考说 这套字体我该用吗 它有没有好 它有没有去符合我想要用的标准 所以我们这一部分呢 其实也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 我们要呼应到我们刚刚在讲的那句话 你今天所喝到的珍奶 并不只是珍奶 你所喝到的啊 还有包含在它之前 你今天在等珍奶的时候 看到那些品牌设计 以及之后它的背声啊 上面的那些字体 它都去影响到你这些感官喔 所以说我们今天以后啊 在喝珍奶的时候 都可以去想想看说 这些字体去怎么样影响到你们的味觉 以及口感的喔